一瞬间警报声大响 芝加哥立刻被强烈的风暴笼罩 恶劣的天候状况 不只打乱民众的生活 也是航空公司最头痛的情况 光是佛州四月份的大雷雨 就造成九千架航班延后 三千架班次取消 好不容易会别疫情阴霾 机场里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的旅客 准备好好享受长途假期 但夏季风暴却可能让他们败幸而归 航空公司也得承受庞大的损失 我们看到2021年 Sperit Airways 在购买了50亿美元 因为有数据的缺带和缺带 南部有几个月后 有一个购买了75亿美元 2019年美国因为航班延误 造成航空公司83亿美元的亏损 乘客的经济损失更是达到180亿 航班延误或是取消超过半数 都是因为坏天气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有专门的机构因应 旗下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指挥中心 负责全美航空的调度 掌控全球七成的飞航 扛起维持班机准时抵达的主则大任 指挥中心里有一群经验老高的气象专家 成为调整飞航计划最重要的咨询顾问 虽然各大航空公司还有机场 也有气象专家提供意见 但指挥中心的气象学家 可以整合讯息 为当天的气候状况 拟定出更全面性的应对措施 美国一年平均有10万场的暴风雨 光是去年就有高达939次的地面平飞令 不只是影响乘客的行程 也冲击到航空公司后续的设备 还有人力调度 除了靠指挥中心调整路线 美国航空也采用一款效率分析系统 号称能让航班取消的状况减少八成 虽然有了分析系统 但天有不测风云 尤其夏季的天候状况 格外不稳定 就怕太多次的航班调整 影响到品牌形象 就算今年夏天 飞航需求量暴增 业者还是不敢增加航班数量 杰兰还有达美航空 都因为人力还有天候考量 今年夏天甚至选择减少航班 未来受到全球暖化影响 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 航空业者还得面对更多的考验 据雨夜新闻众口报导